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代表团结束了在联合国总部日内瓦的为期一周的外交活动 市委会主席多尔克·妮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 该代表团在过去一周与3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官员进行了会晤 他们向各国政府代表介绍了中国在东都厥斯坦的镇压政策 侵犯人权行为以及维吾尔人面临的新危险 多尔克先生说 第43届联合国人权会议即将在日内瓦开始 我们计划将于2月23日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楼前的大片区域建立东都厥斯坦帐篷 他并要求住在各国的东都厥斯坦人提精神和物质支持 他强调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一机会 在中国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 正在威胁灌压在东都厥斯坦其中营中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我们应该向全世界解释 昨天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领导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队被拘留在其中营的维吾尔人构成很大威胁 市委会秘书长埃尔坑·艾麦提和副主席埃尔坑·艾克林博士 在会议上讲话 市委会秘书长埃尔坑·艾麦提博士说 目前有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土居人被拘留在其中营 武汉病毒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这对他们的身体构成很大威胁 他说所有集体活动都停止了 教育和培训被中断了 实行了检疫 但是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不得不在该地区的集中营中生活在一起 这构成了重大的流行风险 另一方面 挪威维吾尔委员会维吾尔受害者档案库负责人 百合提尔·乌麦尔 以及随行的维吾尔代表团会见了挪威外交部 负责亚洲地区的官员 他们向外交部官员传达了维吾尔人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关注和忧虑 他们还讨论了防止其中营里的人受到的感染的措施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斗争中有6名医务人员不幸感染新型冠状肺炎失去生命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一新表示 全国1716位医务人员确诊先行冠状肺炎 其中1502人在湖北省感染病毒 他指出感染病毒的医务人员中6人失去生命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声明中曾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人数升至1381人 其中一人来自香港特区 中国全国范围内确诊病例人数达到63851人 另一方面美国官员表示 不管对中国境内新型冠状病毒数量和事实 是正面或负面评估 美国都必须保持警惕 他们说 某些数据问题可能是一盏公共卫生危机混乱所致 但他也补充说 对于世界卫生组织来说 要求中共对数据的透明度以及合作是很重要的 德国联邦总统是泰因麦尔在本年度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开幕讲话中 平纪华盛顿北京和穆斯克的自我中心政策 再度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德国联邦总统是泰因麦尔周五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 所做的开幕演说中指责美国、中国和俄罗斯 通过其自私自利行为为基国际秩序 谈及中国是泰因麦尔指出 随着国力增强 中国随成了国际机构的一个重要角色 但同时 他只是在不与其本身利益相抵触的情况下 选择性接受国际法 他指出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使地区重力国不安 在影射有关大规模囚禁维吾尔人的报道时 史泰因麦尔表示 他对国内少数族群的行为使我们所有人不安 美国媒体2月14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已经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一顿舔火协议 美军可能因此从阿富汗撤军 并为双方和平协议敞开大门 美联社引述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双方同意在7天内减少暴力情况 塔利班已承诺会制止自杀式炸弹袭击等 有关官员指出 虽然停火协议未开始 但希望会很快生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